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來到品露精品咖啡 我是阿露師陳慶露 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議員陳怡君 歡迎收看五年賀歲手作迎青春 我這邊跟陳怡君議員分享一下 今天上了兩堂課 一個是咖啡的拉花藝術 另外是3D的立體雕花 首先我們現在開始的話 先把咖啡把手 我們先填壓咖啡 那我們現在是做一些濃縮咖啡 對 我們常常做一個咖啡的話 一大廳每天早上就要喝了 一杯濃縮 對 所以現在就把咖啡的粉整理平整 還之後把咖啡粉不平均 還把它填壓 這個小技術就是要把它那個 跟妳分享一下一圓 真的把咖啡粉壓實 還之後 意大利人他們講的濃縮咖啡 你大家也看一下 現在咖啡豆的香氣 這裡就聞到了 然後再把它沖上去 待會的話就會脆滋出濃縮咖啡 濃縮的話就像咖啡算是液體 可是脆滋出來的時候 會像那個奶油一樣這樣 嗯 滴出來濃濃的 來接下來我同時這個時間 我就來用蒸氣 把全脂的牛奶把它發泡 對 好 接著把牛奶把它發泡 發泡的時候 我還聽到那個滋滋滋滋的聲音 就代表牛奶已經發起來了 來接下來我就把牛奶 把它加熱到60度左右的溫度 所以剛剛這個是240毫升 對 剛好做出來就是標準的一杯 呃 奶鐵咖啡的 一杯300cc的這一杯的大小 所以你看 我們剛剛喝的咖啡要很多 這樣咖啡只有 一點點 也是濃縮 濃縮了30cc 還我先做一個示範給議員看一下 來首先奶泡發完之後 把它放到我的手掌心 好我先做個示範 好 接下來咖啡跟牛奶先做個混合 這個是叫拿鐵了吧 對 奶泡加進去 對 直接把它奶泡放下去 畫出一個翅膀 做一個愛心 哇 兩個愛心 嗯 就象徵我們兩個人 希望把這個 對於愛傳遞人 傳播出去 給全台灣 給大家改動 嗯 對 議員等一下有沒有信心有什麼做一杯 欸我有信心做出一杯 但是會不會像老師一樣這麼漂亮 就不確定了 好那我們馬上來請議員回家 好 這樣我先幫議員先 好 做一個濃縮的部分 所以其實這杯就是 拿鐵拉花了 對 POP IT UP 就拿鐵藝術 其實因為你對於就是年輕人創業的部分 其實也有幫忙正確很多 所以你自己身邊有什麼看法 其實我認識阿露師很久了 他剛開始是在學校裡面當老師 那他帶著學生 也出來做工藝 其實還蠻高興就是他把他的專長 除了教學之外呢 他可以推廣到社區來 甚至有查藝查到啊 未來其實在我們的這個行業 都很希望有這些年輕人加入 因為他們有很多的創新想法 不過待會阿露要教我這些 這個咖啡拉花 我平常自己喝 都只有喝手沖咖啡 對 直接加牛奶 我還沒有這樣子打奶泡 心自自己做 對要自己做 我帶著議員做一杯 您把你的左手給我 左手拿著咖啡杯 這是我的左手 左手 好 好 然後他需要是有點微微的傾斜 對 好 再換一下好了 我是不是 這樣 會比較方便操作 好的 這樣子 接下來 您 左手拿著一下 好的 我就帶著大家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做的時候就是 咖啡跟牛奶先做個調和 先讓它 調和一起 對 好 之後就把它杯子扣上去 就畫出美美的線條 哦 好 再往下推一個 愛心 愛心 這象徵我們兩個一起合作 哇 做出一個 OK 哇 雖然沒有它的漂亮 但是也是成功了 有沒有 有圖案 愛心 那個翅膀 對 在雲端下面的愛心 是 成功 好 接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接下來的 手作的部分 我們現在做3D的立體雕花 首先呢 我們現在奶泡已經 打好的奶泡已經發好了在這裡面 來 接著我把奶泡啊 稍微讓它推一下 先推成一個立體圖形 唉唷 你真的好有天分 你知道我要做什麼了 因為我們要上3D立體雕花 對 所以還有空間管 對 長寬高那種空間感出來 沒錯 但是我們現在牛奶啊 通常我們家熱的牛奶 通常是液太重 對 還有我們現在把奶泡 打完奶泡讓它冷卻 冷卻像我們吃的冰淇淋一樣 我會確認說 這立體雕花 阿路斯人 你這個立體雕花怎麼看到 有沒有變硬 很簡單 教大家的小方法 就這樣 但是軟的 對 等它推起來 確定奶泡應該堆成一個 一座山的時候啊 對 也代表說這奶泡等一下 已經變硬了 所以待會兒我現在把奶泡拿起來的話 放在那個咖啡上面的話 它就不會消泡了 你看 眼鏡有沒有看到 現在 就 現在很漂浮喔 對 就漂浮在上面 它就不會 塌下去了 所以第一個動作先把奶泡把它 鋪成在上面 沒錯 好 這樣我形容像 我們蓋房子一樣 對 先要把地基 打好 地基要打好 沒錯 還記得我把奶泡完了之後 再加一點軟的奶泡 還接著來拿湯匙 像我們抹蛋糕一樣 把奶泡把它抹平 抹平 來抹平的同時後 我今天來做我們的 我們今天要做老虎 對 所以虎的頭 對 老虎的部分 我們奶泡的部分啊 你看一下 我們奶泡的部分把它抹平 對 對 一樣要把它堆高起來了吧 對 大概要堆高的時候 我有一個小技巧 說我們做地基調畫的時候 說這個老虎的臉 為什麼這麼光亮 因為我早期做的時候 都是用拿袋子啊 拿湯匙這樣刮一刮去 刮了那個圖形都 完全不平整 快要發明一個方式 就是把奶泡先把它抹平 還用一支很簡單的生活的 一支湯匙喔 就可以完成 大家可以刮出一個 我要造型的 圓形的奶泡球 哇 挖這一湯匙很深 對 還看起來蠻簡單的 另外一個小技巧 還接下來 把奶泡把它立起來 好 不能把它倒起來 所以把它立起來的話 你這是右手這邊的這一支 這是雕花針 就咖啡的雕花針 就把奶泡把它輕輕的放上去 就那雕花針把它剝下來 還在湯匙抽起來 還就很神奇的 我的奶泡 立體趕出來了 就站起來了 對 有有有 呆呆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做 老虎的 耳朵 耳朵 我們從上到下 來這把奶泡把它 刮一個小圓球 利用這個小勺子 刮起來 放在耳朵上面 我要做 貓咪的話就做三角形 如果我就老虎的話 老虎我們做卡一點的 就要半圓形 嗯 OK 這半圓形的奶泡 還在另外一個 一邊也是一樣 再刮一個小圓球 還 所以平常就要有 對老虎的想像對不對 嗯 對啊 就是可以 所以創作藝術 嗯 好 兩支耳朵好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鼻子 啊我的鼻子 我們接下來 做兩個鼻子 它圓球 就是老虎在做這個儲勢的時候 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過去一年 可能幫我們民眾所爭取的一些事情 哇 這個要跟阿路師還有所有的觀眾來分享 嗯 這個過年的時候啊 其實大家可以到我們的馬公公園 航海主題的兒童遊戲場 因為這個是經過我跟特工網 兩年的時間來爭取 那因為它造價花了2500萬 那這個過程中其實我們透過公民參與 跟媽媽們還有孩子們呢 我們有去 就跑了新北市政府啦 我們這樣互動了七八次之後呢 終於這次 在我們2022年的1月份 我們開放了這個航海主題的兒童遊戲場 而且它有特色是因為它有滑鎖 那孩子呢 他必須就是挑戰高難度的這個滑鎖 那還有一個就是友善生長的郵具 它是可以坐在那邊的滑鎖模式 那我們很歡迎大家 那除了是給兒童之外 其實還有那個全靈的喔 我們的阿公阿嬤啊 可以去那裡就是體健運動設施 所以在馬公公園主題 就是我們說的運動主題 航海主題呢 歡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大手親小手 我們過年的時候呢 來這裡運動 那其他呢 像我們新北市政府的圖書館 也是一個好去處 新北市圖書館呢 它也是透過我們公營參與 讓我們社區大家一起討論 然後呢 來表達我們新北市新店區的特色 我們要什麼 我們有最基本的兒童 有0到2歲的小朋友的 會就是小朋友可以去那裡閱讀的遊戲室 除了我們去外面互動之外 其實也可以往我們圖書館去 用靜態的方式來過年 那另外呢 我們今年度 我們的這個必談的藍合宴 在我們大概104年說 輸第一個颱風的時候 我發現了 就是很多民眾告訴我 那邊的藍合宴宴題 潰題 那我們怕潰題 不是真的潰題 而是我們就說怕潰題 然後我們透過了十和題去要的經費 花了4億 那今年度呢 他開始在做這些補牆的工程 未來呢 也希望在我們碧檀燕這裡呢 把它補牆起來之後呢 水域擴大 那我們過年的時候 除了去看我們的這個 角落生物的這個藝術造景之外呢 其實河美山步道 也是我們張聖賢老師 帶著我們公民團體 團隊 我們在這裡維護管理的一個好去處 哇 我在分享的過程中 然後你的虎頭已經出來了 對 虎爺的感覺就出來囉 好 現在簡單的 現在我先把那個虎爺的樣貌啊 現在表情有點把它展現出來 哇 虎爺 我現在即將就幫虎爺上個顏色給大家 可以先看到白色的樣貌 哇 還接下來把虎爺的顏色把它上去 首先我把那個 這個是紅色的糖漿 雖然做耳朵 對 紅色糖漿 好像畫上耳朵 老師剛剛幫那個議員這邊這些 都已經做完了 嗯 待會給議員的部分幫忙寫上去 我們今天的新年祝福的話好了 好的 議員等一下想寫什麼 呃 呃 呃 不虎天翼我來寫 好 這樣待會您可以先用這個 先練習 先練習 先練習寫一下 還您的另外一隻手可以扶著這邊 我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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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擠的時候這個力道邊擠邊寫字 要有點力道對不對 先讓真不要埋掉亮面 對不對 沒錯這個感覺 感覺有出來了 對 真不要太深 在表面 在表面 是用這個醬 淋在上面 噢噢噢噢 對再淺一點 對對對這個就出來 欸不行 針不能插下去 好 是在表面上 要不然你插下去那個字就不明顯了 懂 對對對 你會感覺到那個 欸不能插那麼深 好我懂了 針要是要提起來 就隨時你的針就是在 在這個奶泡上面寫字 噢 感覺出來了 對你看一下 對對對好棒喔 對就是這樣 哇你 你的凱書寫得很棒 我的字還滿漂亮的 真的 好 可是留意一下那個針就是不要擦奶泡裡面 好 懂了所以接下來要讓我寫了嗎 嗯 首先我先上個顏色 好 先讓老虎的顏線先呈現出來 首先我用黃色的奶泡 把老虎的顏色把它 要繪畫出來 嗯 那因為你剛剛講到教育的部分 嗯 有很多的講話 欸有啊 包括說我們現在推城市教育啊 那我們希望說五歲的孩子 可以接觸這個 資訊教育 所以我們透過People 我們透過Scratch Junior 然後讓幼兒園 在北新國小 在實地的和平國小呢 他們在幼兒園裡面 就有帶這個資訊教育了 那實際上呢 我們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我們從108年度的課綱裡面呢 我們在小學三年級以下呢 我們就開始每週至少一個小時的資訊課程 那這個資訊課程跟電腦課程不是等好 因為資訊課程它有不插電的資訊課程 因為很多家長很擔心孩子透過我們說的電腦 怕他們影響到孩子的眼睛 所以資訊課程它其實有不插電的 它其實在訓練邏輯思考 邏輯思維 那我們也有 班班有冷氣 我們在今年度呢 學生呢 夏天的時候 不會 就是熱得很不舒服 然後像包包窗在動 因為現在開始呢 我們的電力改善 然後在今年夏天的時候 國中高中以下的學 那個 國高中以下 班班有冷氣 哇太幸福了 教育不能等 我們的拉瓜也不能等 好 好 好 我們即將我們現在 我把 哇虎頭出來了 對 現在就透過我們 跟怡君議員一起合作 好 請怡君議員寫些祝福的話好不好 好 那就我剛才練習的那個字 我去拿來使用了 好 可以嗎 還記得寫的時候 那個 不可以插到那個 奶泡裡面 對 我們立體雕話 因為叫3D嘛 好 所以在寫的時候 就真不能抽到奶泡裡面 然後手就要懸空 像議員哇 非常的認真 他的手字非常的專業 對就是 他動作就要跟我一樣 剛才示範的時候 就是手要當支架 握著 他寫的時候 是好像很費力的喔 那手要 右手是要握著那個罐子 你要擠出那個竹炭的醬汁 還在上面 寫出我們祝福的吉祥話 所以以前有特別練毛筆字嗎 有 小時候我們那個時代 都要練字啊 還要比賽喔 嗯嗯 現在也有 只是 可能我們孩子的電腦 用的比較多 所以沒有像我們以前練字那麼多 好 所以你建議把那個字的外面 就像這樣 擠一個 讓這個字更亮 照亮到前 在旁邊 對 到的字 我們淋上我們 這個 黃色的 亮亮的 糖漿 好 這是糖水可以吃的 我完了 我把他的字 嗯 沒關係 但是還看得出來是這個字 嗯 好 對 他原的字 他還擠出來 那字會變得更立體 對 變金字招牌 要專注 其實做任何件事情 真的要專注 專注把它做好 好的 對 我們要不要來看成品啦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今天我們做的作品 是不是很漂亮啊 新的一年要祝福大家 虎年大吉大利 好運到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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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